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苏-25攻击机为何被誉为空中坦克 又具备怎样的实战经验呢 兵器面面观 空中坦克苏-25攻击机正在播出 2015年苏-25攻击机凸显其战术作用 自当年9月 俄罗斯军事介入后 苏-25不仅在出动架次上超过其他战机 出勤率也相当之高 自它诞生已经过去40多年 很多性能已无法与当今的先进战机相比拟 那么它作为一款攻击机 在战场上到底具备怎样的特点呢 攻击机也称为强击机 是一种使用炸弹 火箭弹 导弹 以及航炮 从低空 超低空 对地面海上战术目标 和小型移动目标实施攻击的作战飞机 也被称为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 攻击机具有良好的低空操纵性 和搜索地面小目标的能力 配备有威力强大的对地攻击武器 除航炮和炸弹外 一般都还有制导炸弹 极数炸弹和空地导弹 攻击机的要害部位都有装甲保护 以提高其在地面炮火攻击下的生存力 起飞着陆性能优良 能在靠近前线的简易机场起降 以扩大自己支援作战的范围 攻击机的作战一般不要求速度非常快 能够超过因素或者高压因素就足够了 而且在执行攻击使命的过程中 可能速度还要降低一点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在低空寻找目标 如果你飞行速度太快的话 可能会受到影响 另外找到目标之后 你还要瞄准攻击 如果你在低空或超音速飞行 那么这个时间就会非常短 机会稍动即逝 攻击机打击的目标 一般来说都是地面上的这种分散的点转小目标 比如说单个的数量比较少的这种碉堡和公司 然后比如说一两辆或者几辆的专甲车 十几个人的这种步兵部队 这个和轰炸机打击的目标相对来说 最大的区别就是分散 小 像轰炸机所轰炸的目标 一般来说可能是一大片的这种敌人的行军部队 或者说军事基地还有阵地 而攻击机攻击的敌人阵地 一般来说是单个的碉堡 打击的车辆也是一两辆坦克专甲车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攻击机的特点呢 就是要适应攻击分散的点转小目标 在外形特征上 它们一般都是机头那边的座舱 相对来说比较高 朝下方的视野比较好 然后所携带的武器数量和种类 相对来说要比较多 二战期间 苏联的王牌攻击机是一二二 曾在苏德战场上发挥了决定性作 二战后 苏联空军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发飞行速度快 机动性好 具备强悍空战能力的战斗机上 攻击机则备受冷落 研发进程在近二十年里停滞不前 二战之后 进入喷气时代了 无论是美国空军 还是苏联空军 对攻击机的开发 都不很重视 认为用战斗轰炸机 完全可以取代攻击机的作用 那么通过战火的考验 美国空军后来发现 战斗轰炸机 取代攻击机 效果不好 而且战斗轰炸机一般 它的防护能力比较差 在战场上的损失相当大 他们认为还是有必要 开发专门的火力强悍的 防护能力也很好的 对攻击机 二十世纪中后期 美国的亚音速近距攻击机 A10交付部队使用 引起苏霍伊设计局的密切关注 于是总设计师苏霍伊 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要设计一款既能抵御 敌方火力威胁 又能有效对敌 实施突袭的新型攻击机 在当时 由于美国A10的出现 这项计划很快就获得批准 苏联在设计新一代攻击机时 也是注重反装甲和对地攻击能力 强调简单 结实 可靠 低价 高效 多用 要拥有良好的出动力和战场生存力 能够抵御战场上轻武器的攻击 苏25攻击机一往运而生 苏25的原型机编号T8 T8在研制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试飞 在加强战场生存力上动了很多脑筋 为了最大的可靠性和简单性 T8采用机械操纵 飞行特性也因此十分平和 在设计之初 最关键的参数是速度 更高的速度使得飞行员 没有足够的时间捕获 辨别和锁定地面目标 为了避免触地或者飞入爆炸的弹片中 飞机需要早早地拉起 使得目视攻击时只有很短的瞄准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原型机研制 苏25定型并开始批量生产 这大幅提升了其常规地面战的胜算 北约代号 挖足 从美国空军开始重新捡起对体攻击机之后 苏联也受到这个影响 他们也在开发自己的喷气式的对体攻击机 那么A10是1972年首飞上天的 苏25紧接着在1975年就开发成功了 这两款攻击机可以说是二战之后 第三代对地攻击机 第一代对地攻击机 是以美国A4 A6为代表的亚音速喷气式攻击机 第二代是超音速对地攻击机 这类战机具有强大突防能力 能够通过超音速飞行 规避敌方的防空火力打击 大幅提升战场生存率 典型的代表有美国的A7 英法联合开发的美洲湖 苏25与A10则属于第三代对地攻击机 这两团攻击机都属于第三代 应该说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相当优异的 从上世纪70年代诞生到现在 无论是A10还是苏25都没有被淘汰 一直使用到今天 可见当时他们的设计思想 应该说是对路的 苏25攻击机是一款 由苏霍伊设计局研制 在上世纪70年代 装备苏联空军的主力攻击机 被称为空中坦克 40多年后的今天 苏25仍作为很多国家的空中力量 继续服役 那么苏25攻击机 你为何被誉为空中坦克 又具备怎样的实战经验呢 兵器面面观 空中坦克苏25攻击机正在播出 苏25攻击机的外形特征 是机身粗短 敦式 作为一型单座双发的亚音速攻击机 它于1975年2月首飞 上世纪80年代装备部队 最大飞行速度约为0.8马赫 实用声线7000米 最大航程1000千米 它有8个外挂点 最大载弹量4.4吨 苏25攻击机低空机动性能好 反坦克能力强 即便是在50米左右的低空 它也具备很好的飞行和战斗能力 能保持平稳飞行状态 使用挂载的对地攻击弹药 高效配合地面部队实施作战行动 飞机采用高悬臂上单翼设计 三梁结构 座舱盖与中央段机身顶部齐平 后部加有防弹钢板 座舱盖向右侧打开 顶部有一面小的后视镜 封挡为平板防弹玻璃 机身左侧内有折叠登机梯 该机结构简单 易于操作维护 不仅具有很强的爆发力和近距攻击力 而且皮实耐用 轻打抗噪 十分强调战场生存力 在紧急情况下 用普通汽车用柴油也能飞 自苏二五攻击机问世以来 它的身影便出现在很多地区的战斗冲突中 可谓参战经验极其丰富 早在其尚未定型时 它就飞往阿富汗战场 边试飞边战斗 1975年它延迟成功 到80年代初 才逐渐成熟列装 那么它就把这款新型的对决攻击机 投入到了阿富汗战场 可以说当时它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整个阿富汗战争期间 苏军的苏二十五 大概出动了六万五千多架次 可以说是当时苏军对地打击的一个阻力了 苏二十五是一种专用的对地攻击机 和其他的一些攻击机相比 它的优势主要是在于 对地面目标的攻击精准度更高 比如说同时代的苏联也装备了一款 叫做米格二十七的攻击机 它的载弹量和苏二十五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都是四吨多 但是米格二十七挂载的炸弹 主要集中在机身进气道的这个位置 机翼下只有两个挂架 所以说它很难携带 多枚火箭发射槽这样的武器 一般来说都是携带比较多的炸弹 对一些比较大面积的目标进行轰炸 起不到对点撞目标进行攻击的效果 而苏二十五它的翼展比较大 机翼下的挂点很多 每一个挂点上都能够挂载比较重的弹药 这样的话它可以同时携带 很多的火箭发射槽或者是炸弹 然后对地面上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目标 进行攻击 面对地面上的点撞目标 攻击机不仅要飞得很低 而且速度也不能太快 这就很难避免地面武器对齐的攻击 因此苏二五在问世之初 并不受人青睐 为了提高战机抵挡火力攻击的能力 苏二五在座舱底部及四周 设置了24毫米厚的钛合金防弹板 发动机装在由不锈钢板做成的舱内 并有8毫米厚的防弹钢板保护 油箱中有吸震防火树枝 用来避免中弹后起火 这些保护措施 使得苏二五的战场生存力 得以大幅提高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每架苏二五平均每天要出动一次 据统计 击落一架苏二五平均需要 88直接命中的20毫米高炮炮弹 而击落米格21或苏17 只需15发左右 苏二五曾在执行战斗时 被两枚导弹击中 被炸得破损不堪的飞机 竟然载着飞行员安全返航 成功返航着陆后 人们发现苏二五机身重弹 多得数不胜数 在阿富汗战争中 有多架苏二五被击中 但没有一名飞行员 因为装甲被击穿而丧生 虽说苏二五攻击机尚未定型 就飞到阿富汗战场 但经过近十年的战火洗礼 苏二五在装甲防护上 得到了很大提升 也因此获得了空中坦克等 诸多头衔 苏二五这款攻击机被称作 空中坦克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它像地面上的 坦克装甲车辆一样 有了比较好的装甲防护 普通的飞机上 一般来说是不会有装甲的 而它这个飞机在驾驶舱的周围 有24毫米厚的装甲杆板 进行保护 下方来的弹药 很难直接伤害到飞行员 在发动机舱的外壳上 也是有8毫米的装甲杆板 进行保护 苏二五在阿富汗战场上的表现 可以说是可行可点 它的特点是载弹量大 攻击的手段比较多 再一个呢 它的使用比较皮实 只要有一架苏25 曾经创造了一天 出动10架次的证明记录 落地以后迅速地加油挂弹 20分钟之内 继续起飞 参与作战 在战斗机空地打击能力 过去将近40多年 在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时 俄罗斯又将它推到聚光灯下 2015年 来自俄罗斯的苏二五战斗机 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武装 进行了连续的空中打击 仅从行动部署的数量就可以看出 这位老兵是绝对的主力担当 充分发挥着低空精确打击的重要作用 俄罗斯空间军的对击打击能力 和西方国家的战机的对击打击能力 各有特点 不好说 现在说谁更强一点 当然西方国家的使用成本比较高一些 精确打击能力可能也更强一点 但是从作战效果来讲 苏二十五的表现 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西方国家的很多飞机 都往往是在中高空投射精确制造武器 而苏二十五和苏二十四 很多情况下 他们发射的弹药 不是精确制造的 而是常规的弹药 苏二五攻击机是一款由苏霍伊设计局研制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装备苏联空军的主力攻击机 被称为空中坦克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 苏二五仍作为很多国家的空中力量继续服役 那么苏二五攻击机为何被誉为空中坦克 又具备怎样的实战经验呢 兵器面面观 空中坦克 苏二五攻击机正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reez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 随理声 守起原因 失 Ça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